好了,那咱们呢,来讲一讲今天的内容了 咱们今天呢,重点给大家讲什么呢? 其实今天讲的内容呢,是讲一个叫Summerlite的东西 在今天讲Summerlite之前呢,给大家稍微讲一讲,尤其TTP的一些协议 以及它的一些什么请求图啊,一些部分的信息来给人 当然,你在开发当中,你不懂这个也可以的 就不影响你开发,不懂这个也不影响你的基本 这个日常开发不错 那再这样呢,得给大家说一说了 我们早前呢,其实是有安装一个叫做CAT的东西 并且呢,也稍微说一说,这种叫CS跟BS的结构 好,那目前呢,就以这个BS和CS的东西为方法 反正就是客户软的结构 这边呢,是咱们的客户软,这边呢,是咱们的服户软 好,那现在呢,就具备了双方了 就是两个人或者两个机子 他要说话 用人来说的话就是说话 用机子来说的话,其实就是通讯 这两个人呢,他要通讯吗 但是这个通讯呢,双方呢,得先 得先约束一下 就好比两个国家给你找人打电话了 有些话你是不能管说的 比如说,这个 美国先上任的那个总统 给他们那个习主席打电话 说,哎,你这个工资多少啊 有些话你是不能说的 你可以说说,哎呀,欢迎你来跟我国家访问 指导工作之类的 你可以说这些东西 那么说,再一张呢 给大家先讲一讲 哎,请听听 协议 那先说一说 什么是协议啊 大家觉得什么是协议 协议其实就是一种 规范或叫规则 你认为是制度也行 大家认为是制度也行 那协议呢就是双方在交互 或者叫做通讯的时候 那,征守的一种规范 或者叫做规则 就这个东西 那什么是AHP协议啊 什么是AHP协议 那协议跟AHP协议就差了一个单词啊 那AHP协议呢 其实媒体的协议呢就是 针对网络上的客户端与服务器端 在执行AHP请求的时候 征守的一种规范 其实就是针对客户端与服务器端 约定你啊 就是你来我站的时候 你得带什么东西过来 然后我给你返回数据的时候啊 我也得带什么东西回去 其实就是规定这些东西了 你不能带别的啊 带着鞋的 其实就是规定了客户端 在访问服务器端的时候 要带上哪些东西 服务器端返回数据的时候 也要带上什么东西 其实就是大家呢 相互遵守的一种规范 好那HCP协议啊 在这呢 稍微给大家读书以 稍微说一下 才是基本的意思 那接下来呢 HCP协议稍微再读书一点点吧 HCP协议 它现在使用比较广泛的 用的是哪个版本 1.0 现在用的呢 比较广泛的是1.1的版本 一会儿呢 会给大家呢 也吃出来的 那目前呢 用的比较多的呢 都是1.1 这部分 我用GPT 就纯定一下就行了 那1.0跟1.1有什么不一样呢 这什么不一样 那肯定升级了吧 是不是这意思 这肯定是升级的 但是它们之间呢 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用的 最大的特点呢 是 这个地方 1.0版本的是 访问 它叫 请求 数据 服务器 返回后 将会 断开 电梯 哎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边是客户端 这边是服务器呢 他说 哎 我要哪个东西 这服务器呢 说 好给你 给完之后 咱们就没联系了 就好比是通俗易懂的例子 就是 你给你爸爸把他的电梯 说喂 你爸也说个喂 电话就忘了 还想说怎么办呢 再打 然后说 爸 你在加坡 你爸说 再啊 又挂了 然后又说又打 这个呢 就是状态地震 所以他们最大一个特别 那1.1呢 还是最紧不分了 做出的改进了 其实呢 就是 请求数据 服务器买回之后 这个链接啊 还会保持着 保持着 否则 除非啊 除非你这个 除非什么呀 服务器 关掉 或者是 你关掉了 特户端的一些交互的程序 所以特户端和服务器 都关掉了 就是通俗易懂的例子呢 就是 你打电话 要不就你忘 要不呢 你爸把关掉不忘了 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情况呢 就我都不忘 你爸也不忘 你也不忘 然后呢 一直 直到那个电话的电 没了 他就停了 那对于现在这段来说呢 就是 有 一定的时间 限制 他过一段时间之后啊 发现你们俩好像都不说话了 那他就 自己端了 基本了解这些就行了 有一定的时间限制 如果啊 都 控制 这个 连接 那么 后面 会自己 算数 好了 以上呢 就是咱们的这个 HP系